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涨了207点 收盘的指数来到了12116点 其实相信看到GNN这样的盘面 你更可以体会出来 蜀方说的 如果早一点进场该有多好 真的是可以多赚一点 生活也可以更好一点 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大概有几件事情我们来探讨的 你说到了这里来 台北股市才开始全面性的喷出 这个部分到底要不要居高思维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策略来面对台北股市 它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台北股市我们在之前说过 在现在的操作 它已经进入到第五阶段式的操作 第一个阶段是来自于8523点 跌破10年线长线上面的投资 在当时候很多人都说 这个台北股市基本面很差 然后全球的疫情上面很严重 怎么可能会好 但是我跟大家讲过 股市之中它分成几个 一个是来自于在基本面上面 一个是来自于资金面上面 我说资金面 全球的一些所谓的央行 全球的废的 大概不打目的 它绝不会甘休的 它一定会把用资金 把全球的景气 一路刺激 一路刺激到复苏跟成长 连在这一次在中美贸易战里面 受创最严重的中国大陆股市 它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也是全面性的喷出而大涨 来到了近一年多以来的一个新高 既然是如此 台北股市当然也有挑战 1.2.197的高点 当然也有 但是在这个时间 我们到底要如何来去做面对 因为我们说台北股市 现在之所以这么的热 就是之前怎么样告诉观众朋友 你早一点进来 大家都听不下去 我说那个时间点是最安全的 现在散户资金也进来了 大户资金也进来了 那大户的一个操作 我就讲有养 套 杀 三部曲 现在才在养而已 你不用过度的紧张 那什么时候你会有套的感觉 这个套的感觉 你就要盘感上面是很重要的 一个我说当你发觉到 都涨低价个股 高价股都不涨 然后都涨落后性补涨股 它就是一个警讯 那到今天为止 有这样的现象吗 没有 低价个股也在涨 高价个股也在涨 落后性补涨的也在涨 强恒强模式也在涨 它就还没有到 我跟大家讲的 都涨低价的 都涨落后性补涨的 那第二件事情 什么叫做套 这个套 因为台北股是1800多档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一档一档告诉大家 我就以大盘做一个举例 来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你会有套的感觉 譬如说 在集中市场上面而言 我说它的价量的背离 价量背离不是不能涨 价量的背离最怕的什么 巨量式的黑K的出现 或是巨量之后 跌破大量区间的下源 这个大量一定代表什么 有人卖有人买 它才会出现一个大量 而且它代表实质成交的成交量 当它跌破那个实质最大量的 成交量的下源 那是不是就是套 那个时间点你就要小心 譬如说出现跌破大量区间的下源 或是巨量式的黑K出现 隔一天开低走低 那就是套 因为这么大量 你又开低走低 那当然就是套 那你就要小心后面会有杀 现在有没有这个现象 你看集中市场在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留意我在上个礼拜五说的 五日均线的乖离很大 就是短期中 五天以内买的人都赚很多 未来随便杀随便赚 那个时间点你要小心 像这个时间就是五日均线的乖离很大 台北股是从8523上来的轨道线的月线收盘 有没有有效性的跌破过 没有 所以只要出现巨量式的长黑 或是隔一天开低走低 跌破大量区间的下源 那就是套 那OTC的部分就是用机械式的操作了 OTC真的很可怕 你觉得上个礼拜五已经很大量了 对不对 今天更大量 我就以量滚量 行进间换手 它来自于资金行情的特色 你看集中市场在今天就已经追上来 也开始出量 以量滚量行进间换手 它基本上它会有两个 一个大家不敢再追了 我觉得这个好可怕 已经没有追涨的动人 它量缩掉了 以量滚量就是你一定要不归路 就是量一定要滚动 不断不断的滚动 把价格推上去 你今天10个人卖 明天15个人追 一路把它追上去 追到什么 这个量能滚不动 量缩 第一个警讯 第二个警讯就是 也是一样 巨量式的黑K隔一天开地走低 那就是出货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还没有看到 譬如说 在上个礼拜五的最低点是 165.03 你就把它移动 到今天是比上个礼拜五的最大量 我说这个叫做极短线的马其诺的防线 我在之前有教过大家 马其诺的防线不是看均线 那个网路上面写的 你看看就好了 马其诺的防线是来自于真正的成交量 有买有卖 那个才叫做马其诺的防线 那如果以OTC来看 马其诺的防线 本来是在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你今天就把它移动到今天的低点 这个今天的低点就是166.51 破了166.51 是不是就代表 今天买的人都套 而且这个是近期最大的量 那就是套 所以没有跌破166.51之前 你要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不需要自己去吓自己 因为台北股市 我们跟大家讲过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说KT指标 它其实有分级数的 日KT是代表一天一天的KT 周KT代表一周一周 周KT的级数 它是大于日KT 月KT的级数是大于周KT 那因为月线连三红之后 你看月KT 它基本上已经在指标50附近 做正交叉 所以挑战12197 它不是不可能 它不是不可能 所以它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何必画一条线 画地质线 说最高到哪里 我常听到有些的专家 把自己当神一样 最高到哪里 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必要 股市如果真的有神 股神 那我告诉大家 那他就不用来告诉你 他自己做就好了 其实股市之中 本来就是应该顺势性的操作 在现在的涨多 你要保持一个谨慎居高思维之心 我已经跟他讲谨慎之心 你要保持住 然后去观察盘感 是不是都涨低价个股 是不是都是涨落后性补涨股 大量区间下源跌破了 机械式的操作 出场减码很重要 那你在现在的部分 你要居高思维 当然也可以 因为你已经赚很多了 你已经成为台北股市的赢家 你可以持盈保态 我说本来行情中 就是10年财富重分配 可是每次到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8,523点 你一定不敢进场 我说那一天 大家都排队卖股票 我跟大家讲说 会N字形的复苏 V型的反弹 每个人把我当傻瓜一样 我说那就是来自于资金 因为我看太多 我说从70年代 在民国70年代以来 一直到今年 我第一次看到 内资的程度里面来讲 控盘的一个程度 是回归到民国70年代 民国70年代 是没有外资的 外资是到84年以来 它才进来 你看在这一次的外资 有没有真心诚意买台北股市 没有 可是台北股市可以沿路以来 过关的涨价 一路来到现在 已经来到12116点 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问我说这个盘面上面 有没有涨多上面 它的一些的风险 有 一个我刚刚就跟大家讲了 5日均线的乖离非常的大 第二个 很多的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才想抢钱 我说抢钱 一般投资朋友而言的进来 不是不好 因为现在还在痒 不是不好 但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一定要几件事情 保护好自己 一个 我说过的 机械式的操作 破大量区间下源 你要小心 那第二个 你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你采取到什么 我之前都没赚到 没赚到 好急好急 一声 你把所有的资产压住下去 这个不对 也就是说你现在里面 你要有一定的持股比例 你可以换股 你当然可以换股 每一个阶段的台北股市的主流 都不一样 我们在最近这几个礼拜 一直告诉你是半导体 那个半导体的资金 就是从生计的资金跑出来的 所以生计的一些资金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觉一旦跑到半导体 那个半导体的走势上面 它就很像什么 很像之前业内跟主力上面操作的模式 很多的强势的个股 都是沿着武力均线操作 一路以来就是操作到什么 操作到被分盘交易为止 它才开始停顿一下 那现在是不是要公布六月份的营收 然后呢 8月15号之前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那现在整个一些的个股上面 你就要注意 如果你的个股并不具备基本面 它的是投机力很强的个股 你一定要避财报 也就是说八月份之后 你不可以选择投机力太高的 因为马上就要公布财报 你现在需要选的 我们说过方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六月份营收好的 第二季报好的 过来就是美国跟台湾里面 超级的法说跟财报上面 它会报加印的个股 那你就好股给我抱着 好 报到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 报到转弱为止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 转弱的讯号 一个强势个股延五日均线 或是月线 破月线 破五日线 你可以减码 或是呢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破了大量区间的下源 像大盘突然爆大量 破了大量区间的下源 你可以减码 否则在这里里面来讲话 你就可以持股上面去做续报的动作 那我已经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已经来到一万两千多点 距离一二一五一很接近 也就是如果点到一二一五一 就是一二一九七 整个空头的跌市 起跌都已经被结束掉了 那我再问大家 如果大陆的股市 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的 它在这个时间都可以去创下 近 近哦 大家可以发觉出来 应该是说近16个月的新高 那这个时间点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的股市现在已经3330点 3330点就是已经创新高了 那如果大陆股市可以创新高 它在这个时间 我跟大家讲 一个它发行了很多ETF 资金往那边跑 第二个 亚洲货币里面本来就是强 你看在今天的新台币 又升破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你觉得外资会跑掉吗 外资根本在这个时间 它可以赚 我们说因为在之前 你看期货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期货逆价差这么大 因为除全息 它光是在这里买进现货 期货里面来讲拉上来 它期货的逆价差 这100多点就套在口袋里面 它为什么不要 所以这个时间点 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大家再想想看 在上个礼拜 我们跟大家讲过说 继PCB之后 半导体的族群 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路告诉大家的 那我说过我个人的一个优势 上面而言 就是营收的部分 我可以帮你去做掌握 那整个4968的利基 我们从100多块钱 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讲 在上个礼拜就告诉大家 我说5月份的营收 会创历史新高 我本来预估 6月份的营收 跟5月份是差不多的 结果出来 它有没有比我预估得更好 它不但是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它幅度上升得 非常非常的高 也就是它的6月份的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5月已经历史新高了 6月营收又比5月 月成长20% 年成长90%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所以如果你都能够去买 这个时间点像大陆股市在涨 你就要去了解到 大陆股市在涨 哪些的个股上面 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之中 它是能够去做受惠的 它并不是单纯的讲 我们在讲什么华为事件 它不是 它是有一些的故事 跟题材在这里面 我们等一下里面来讲 进段广告再告诉大家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整个一个市新之后 雍志科从200多块钱 涨到370几块 我们有做差价 今天的星星在涨停板之后 股价从我们说的20几块 三几块 四几块 到现在已经50多块了 南电是如此 立即在我们上个礼拜的 一个介绍之后 从100多块钱 到今天的涨停板 已经到了222块 222块 所以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会买又会卖 一档个股 接着一档个股去做操作 下半年制胜的关键的方向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个方向是不变的 基本面为出发点 基本面为中心出发点 然后你再按照技术面 去做操作 6月份的营收 第二季的季报 美国跟台湾 超级的法说跟财报州 买好股 你才能够在面对 涨多之中的震荡 命好 不怕运来磨 要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的 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存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第一 硬软体设备 能够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经历读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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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二选择 永存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客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存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要身体健康 预防蛀牙 强化口腔和身体保健 口腔细菌 必须彻底清除 我建议每天使用 漱口水 李斯德林绿茶漱口水 植物精油配方 口感温和 帮助清除99%口腔细菌 预防菌虫口露 我推荐李斯德林 额头漱口水 新下次 韩服坚固牙齿 你今天说了没 头痛最怕疼 开放蛇只剃加強 针对较强疼痛 闷皮嘴 又不胜味 开放蛇只剃加強 发现Prio精力的神秘魔力 清清草本 结合神奇小苏打 我完了 别担心 Prio精力源自德国 小苏打独家配方 能高效清洁 分解脏污 轻轻松松 清洁溜溜 Prio精力小苏打 高效洗碗精 别担心 剩下保险理赔的事要处理了 阿姨 先耽误你一分钟 我是专业保险理赔顾问 我们啊 理赔代办很便宜 而且是事后才收手续费哦 那手续费怎么算啊 交个朋友吧 手续费三成就好了 阿姨 强制险理赔申请很简便 完全不用手续费哦 强制险只要交其证明文件 十个工作日内 就可以收到保险金了 保护自身权益 拒绝保险黄牛 吃什么都好 别忘了简单很好 统一PH9.0 每天被幸福叫醒 你吃得更好的 佳乐市鲜鼓脆 天然鼓舞 口感酥脆 真食过食 大科吃得到 每一口都幸福 佳乐市鲜鼓脆 有国家发明专利 PH9.0 让酸减平衡更有利 从小做家室的习惯 长大会 收入比较多 做家室它会 促使你有一种责任感 其实是跟未来的收入 是有很大的观念 如果刚刚上了一课 那怎么感觉 马席充满 真的说我们晚上六点 全力新功力 你是好好的裙子 把它剪掉 对 并且是好好的裙子 把它拉长 洋帆跟洋秀会有问题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4968的利基 我会买它 它除了有技术面上的原因 当然还有它股市 股价上面发展性的一个故事 我在这里面就先来告诉大家 其实4968的利基 它主要做IC设计 各国民之中的射频元件 那主要有90%的订单 是来自于WiFi 6 大家应该知道 不论是物联网 或是整个一个联网的部分 在未来的5G速度越来越快 那5G的资费也越来越高 所以大家不管是在任何的 联网的动作的过程之中 它就要用到WiFi 6 也就是从5G 要从WiFi 5到WiFi 6 那WiFi 5跟WiFi 6 它很大的差别 就是它天线更多了 它的一些射频的元件 颗粒也更多 所以当WiFi 5到WiFi 6之后 它光是它的单价 称之为ASP的平均售价 就可以成长了三成 所以它的毛利 是一定会去做升高的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它在之前的第一季 它之前的第一季 国家之所以跌是它的第一季 只有0.7元 其实是不如预期 那为什么会不如预期呢 就是它的很多的客户 就说 利基 你这个过程之中 你的很多的研发费用 我不要帮你承担 你自己要去负责 你要去买很多的测试的基台 所以利基因为当时候的良率 它一直没有办法提升 又加上新的一些测试的基台 那一直到最近面 它的良率开始提升 测试基台一路的增加 从30台到了第三季 我现在是在讲第三季 它会变成40台以上 当你的测试基台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的良率是不是就越高 所以你的毛利率 会从第一季的30% 因为我刚才讲的 你的研发费用就不用了 就不用再认业 因为已经研发成功了 到了第二季 你的费用会降低 到了第三季 你的测试基台会更高 所以你的毛利率 大约就是从第一季的30% 到第二季33% 到了第三季会35% 那我说它的测试基台越来越多 它的第三季 现在的第二季已经创新高了 对不对 到了第三季 还是会再创新高 第三季的营销会比第二季 预估 因为Wi-Fi6 这个区块上面需求是很强的 它大约会再成长20%以上 20%以上 它有90%的一个区块 就是社评源键 可以用到所谓的Wi-Fi6 终于在第二季 它已经正式性的开花跟结果 而且它的获利 不是只有你看到的 第二季我们本来预估成长三成 它现在已经公布出来 六月营收公布出来 所以已经成长四成以上 它这个单季的获利 因为毛利从30到33 这个会跳很高 所以它会成长一倍以上 这个部分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台湾里面Wi-Fi6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有像瑞玉 但是瑞玉的纯度还有其他的 最高的应该就是在4968的立即的升上 所以股价从我们跟大家讲的 大家再回头来看一下 我再教大家一次 我当时候就跟大家讲说 它这一个上限很长是报大量 隔一天 整个一个报大量的下源是不是守住 也就是说它这个报大量上限 是过了景线很多人解套就卖了 我说很多人标股曾经有过 但是真正起标都卖掉了 因为它刚刚解套就卖掉了 很多人就卖掉 结果没有想到隔一天再红棒 我说这一根红棒就是奠定 它马其诺防线有效性的守稳 沿着五日均线一路上来 到今天的涨停板 已经到了222块 222块 你看它的获利跟营收会创新高 它的股价还没创新高 而底型上面 我说这是左肩 这是底 这是右肩 右肩完成出量 所以它就开始去做一些突破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我是从整个一个 所谓的基本面的中心思想 再从技术面来告诉大家 你看到了最近里面 IC设计个股强强棍 每一档个股都在涨 我说IC设计 晶元代工到封装跟测试 你现在能够想得到的 很多的IC设计公司里面 它的测试叫IC测试载板的部分 全部都是给6683的雍智科 6683的雍智科 在整个六月份的营收 微幅的衰退月减9% 年增四成以上 所以它在四月 应该说四月五月的营收 都是创历史新高 那也公布四月跟五月 单月的获利都是一块以上 那大家知道6683的雍智科 这个已经是送分题了 它的一个第一季的获利 是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在第一季里面 那它的获利的数字是2.52 它现在公布四月五月 是不是赚了两块钱以上 再加上现在六月 它还是维持在高档 那是不是一定会创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雍智科 大概在第二季 它就是创历史新高 那股价呢 从我们在之前讲的 两百多块钱 沿路以来 公到了372块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376块 那我跟大家讲说 这一天五日均线 乖离太大 你可以先卖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讲过先卖 拉回修正五日均线的时候 你再去做留意 那像这种个股 也是到明年里面的 能见度都很高 4968的利基 因为5G 今年才起始元年 到明年里面的能见度 也还是非常高的 你能够想到什么联发科 我刚才讲的瑞育 还有中国道路的海思 一堆IC设计个股 全部都是给雍智科 它去做封装跟测试 也就是说 它是叫IC测试载板 载板 那我根本不用讲了 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IC载板里面来讲话 就是ABF跟BT载板最强 3037的新闻也跟大家讲 我们的核心的持股 从20几块钱沿路以来爆到现在 那这一档个股也是继四星之后 我们已经赚一倍以上的股票 在这个节目里面都告诉大家 再过来就是核心持股 再加上卫星操作 沿路以来从20几块钱涨上来 到今天的最高已经到58块 那像这种个股上面而言 也就是你发觉到它转弱 爆到转弱为止 因为已经赚一倍以上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整个4927的一个泰顶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泰顶它是做硬板的 还有就是来自于 mini LED的材料的部分 今年里面因为三星 它也会去供mini LED 三星的材料会跟泰顶去拿 它的EPS从我跟大家讲的 6块5到7块之间 应该会上调到7块3到7块4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那2313的华通 也是股价慢慢的温水煮青蛙 再创新高 8046的南电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已经跟他讲 我从60几块钱就在这边 就跟他讲 我看这个价就是会过新高 沿路从60几块到80几块 我已经卖掉了 我已经跟他讲我是卖掉了 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讲的话 我在这个节目一直告诉大家 我说的跟我做的 你不用怀疑 我一向都是诚实以告 在目前而言的台北股市 你要懂得会买又会买 懂得去做换股 才有机会成为台北股市 最大的一个赢家 如果你觉得在之前里面 我们从上个礼拜 一路介绍的利基 在之前一路讲的新兴 你又错过了南电 以及雍志科 这个时间点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有兴趣在台北股市 最热的时候 跟上鼠方的一个操作 采取我们的赤胜方程式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铅